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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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我是卡特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十隻我覺得 男女都可以駕馭的唇膏 那先說呢為什麼你知道 要拍這一集的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都可以駕駛著喔 我的嘴圈很好看 覺得呢 可是現在男裝化妝 並不會很奇怪 因為大家也是想要說有一個好的氣色 那我們今天的唇膏有專櫃 也有開架的 我們趕快來試試看這些唇膏 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很百搭 有哪些又是雷品呢 那我們就來歡迎我的好朋友 彩妝師小江 大家好 嗨大家好 我們今天選的唇膏其實有分三大系列 第一個系列是比較 baby粉系的 自然 尾素顏 或者是你素顏的時候想要增加一點氣色 第二色系是比較偏性粉色的 偏韓系溫柔的感覺 再來就是莓果系 喜歡玩妝容啊 或是想要打造自己比較可愛粉嫩的感覺 那第一隻選手是 NARS的 Dolce Vita NARS絕對不會出錯的神 真的真的 第二隻跟他一起的話是 Salone開架的 004 就先來試看看那個NARS的 它的質地是比較偏水潤水潤的感覺 它還是會透出眼鏡的唇色 每個人擦起來的感覺會跟它一樣 第二隻是Salone的 Salone的 真的很像欸 可是我覺得 NARS試起來的感覺 在更水潤一點 對 它這個就偏飽和一點 所以唇色可能比較深的 可以選這個試試看 很美 我就說這真的是我的愛色 對 它有下唇 有一點點素唇色 MLBB色 但是它就是更讓你更粉嫩 我今天介紹什麼唇膏 這隻一定是最推男生可以用的 我很怕有一些唇膏 會上起來會太乾 可是我覺得這種是 一整天在外面的時候 都不會很顯唇紋 後擦的話可以像他這樣擦 那如果你想要薄擦 你可能可以用扁拍乾陰漿的方式 扁上去 我必須老實說 我覺得這隻擦起來偏油欸 比較不習慣擦唇膏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有異物感的效果 這隻也可以收 因為它的價格其實不高 顏色是高質感的顏色 而且它帶棕 我覺得更適合 偏黃色 或偏暗色的人 如果說預算夠的話 我看一隻那隻覺得是 buy it ok 不要太靠近 你有多媒體感嗎 這隻拍子 MAC TOUCH 我EMIMI的氣墊唇筆 06 PonyEffect的06 7V09 這隻 是我在MAC找到的 我覺得 我她命定色 消糖楓葉色的感覺 我覺得她超..... 超名 很長 然後第二個是愛咪咪 它的頭是氣墊的 質地超好看的 我真的是 不是我買這隻 它的質地是偏比較絲滑的 本物絲絨感 這隻是Pony的 06 它很厚耶 它是不是可以 染開 你看 薄擦厚擦感 然後最後就是 超橘的南瓜色 這真的很南瓜色 對吧 然後它一樣也是 這兩隻是霧感的 然後這兩隻比較 水分 那我就為大家示範 我覺得很好看 Mac的Touch 嗯 可以可以 這個色真的是男生可以耶 女生一定也可以 它是有點帶棕的 然後我覺得 它的顏色擦起來是比較 稍微有妝感一點的 今天是公關 我一定會叫這個顏色 烏龍奶色 喔對 掰掰 它就是烏龍奶色 好不好 然後這隻真的是很少人推薦 那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看 好那我就來試看一下這隻 就是Oh my god 我剛剛覺得很不行的 它厚擦會偏圖色 不過它就是興趣型的色 哇好看耶 它有一個很香的蜜桃味 這次有點讓我驚豔到耶 男生可以成功駕馭 真的嗎 網友大家覺得 有一個優點就是 自然喜歡捲衣麵 可是其實實際上上唇 不會很乾耶 韓系霧面唇彩都有一個特點是 它是慕石狀的 我認真推耶 大家掰給草包 它真的我覺得物超舒適 而且它顏色是 很有質感 而且我跟妳講 我妝會有找到替代色 真的假的啦 10個應該就是南瓜色 其實應該我試下了唇 就是它加它的顏色真的是 它的色料我覺得還蠻多的 不過它長這樣 你們大家覺得呢 我擦我擦 我覺得這個 除非你是妝感比較重的男生 不然我覺得一般來講 男生擦這個 我覺得可能有點太多 來那我先來試看看這個 Pony Effect的 它真的超霧面 對它就走一個霧感 很玫瑰色 然後擦起來它的質地 真的是很霧很乾的 我覺得如果妳再擦這種 比較霧面的話 全款好一點 不然妳可能會寫尋文 以這四支來講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 這一支一定是第一支 對方 我也想了 我覺得這支就已經不錯了 可是我覺得這支更有另外一種感覺 對不對 對 Chanel的62號 然後我跟妳說 這是古巴西的顏色 Bobbi Brown的美 Chane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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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nd 我跟你講 評價韓系 高CP值代表 大家推的 YSL 奶茶色 豆沙 看得出來是 蠻貴的 第二支是 Chanel的 Chanel的 給大家看的到底是多厲害 來 它這支的血潤度 真的就有差別 它雖然都是莓果色 但是不會到泰平之路 我相信只要是廣機一定都可以加入 當然是Romand的 當然是比較偏 Romand的 我喜歡這個顏色 這顏色也是 Romand定色 很漂亮 來看一下外層的 很膚欸 比較併氣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 有點小危險 那我就先試它好不好 好 既然它是 小塊大碗 我跟你講 金流座 荷包君 你的幸福就由我來選 它那個刷頭一次沾的量比較多 所以使用的時候可以稍微刮在拼口 但拼口就會像這樣長長 就 是打自己 很絲絨感 你在抿的時候 你完全 可以感覺到那個慕斯的質 質地在你的嘴唇尖 這樣子來回的擦動 但我覺得這個色 男生來講 我覺得可能會不太適合 因為會顯得 妝感到重一點 但我覺得女生擦的話 應該是很好看的 那我現在來擦 Cranberry 我現在就擦Cranberry 我覺得這一支的好處 就是它擦起來真的是水感 吸收力蠻好的那種 護唇套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跟你Solong蠻像的 只是你Solong在 在偏有一點 而且我覺得男生擦的話 看起來很像是 你身體還很好 就是你知道身體健康就是 全紅齒白的這種感覺 這支真的是 命定色 我要戴到我家 這一定要戴它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來擦Chanel的 就是這個顏色 比較不是大眾常見的色 我覺得是穩重類型的 會喜歡的顏色 就不是那種小妹妹愛的那種 粉啊橘啊 可能如果你想找 氣質解決度線 我覺得這一支 一定是 一定要買 好不好 而且這支超冷門 本日的重頭戲 就是YFL的奶擦色 它是不是真的是有 網上講那麼好用嗎 還是其實沒有 來我來試一下 天啊 我上完下唇之後發現它跟我上唇的顏色是一樣的 我下唇有點比較紅潤 它把我的紅潤給蓋掉了 你畫起來很像是 就比你沒畫 氣色還要差 哈哈 你今天每一畫妝都算了 它也讓你生病 我覺得這支很燙好不好 畫這個素妝可以加油 我們等一下是給他一個機會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素群的狀態 比剛剛試的唇膏還要好很多 是不是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十支唇膏的大評比啦 那如果你們有被什麼顏色燒到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然後這邊是小江的IG 我的IG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那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